FTX与币安握手言和 FTX事件正在诱发黑天鹅吗 巨头交战殃及之鱼 OKX和火币只求自保 主动出示储备金证明 全球NFT规模扩张 新的金字塔正在形成 马斯克改造推特出现成效 创新规破记录 日本政府忽悠巨商投资Web3 是利用还是真心相助呢 11月10号星期四B0何在 我是Michael 今天的头条 我们都不关注马斯克了 得关注现在正在发生的 币圈的黑天鹅事件 这是可能是今年有史以来 币圈最大的一个事件 这件事情关系着整个币圈的命运 和其他的行业传统的投资机构 对币圈是怎么样的一看法 大家都知道 现在FTX和币安之间的官司 赵长鹏手撕爆炸头 这是近期各大媒体不先见的一个标题 对吧 有句话叫做 币圈一天人间十年 这币圈真的是风起云涌 尤其是最近特别不太平 上一秒钟 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还是币圈羊妈呢 下一秒钟就被赵长鹏撕的 体无完肤劈头散发的 似乎这二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关乎着FTX这家交易所的生死存亡 在经历了币安几轮大规模的抛售FTT之后 当事人双方终于宣布要和解休战了 那么昨天晚上流露出来的赵长鹏给全体员工的信 赵长鹏表示说要拯救FTX对行业的负面影响 那好像这件事的起头不就是从币安开始的吗 那么二者之间的战略协议究竟如何达成 是什么一个条件呢 来看今天的头条 SBF发推称FTX.com与币安达成一项战略投资协议 团队正在按计划处理积押的提现操作 并否认了外界两家交易平台冲突的传言 此外SPF表示FTX.US和Binance.US是两家独立的公司 目前不受影响FTX.US的提现正常 美国参议员Sincere Lamas表示 其与参议员Jillibrand的法案 可以防止此前FTX的流动性紧缩 目前FTX的流动性紧缩 已经引起了联邦监管机构和国会的注意 此前报道 受FTX事件影响 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推动的加密监管法案或无法通过 您看为什么说这件事是当下 或者说整个币川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就是您看事还没结束 结果还没有 影响已经来了 我们之前无数次报道的 我们特别期待的美国加密货币的监管法案 而且是两党议员同时提交的 现在可以说胎死腹中了 那么至少在拜登这些政府是不会再进入讨论程序 或者说推出的程序了 也就是说现在为止 华尔街传统的资金要想进入币圈 来推升整个进场的资金流 推升整个币价 估计还会有很长路路要走 熊市有可能会更凶 您看就一家公司的行为 就导致整个币圈的价格下跌 我想这怎么着都不是旧市的英雄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只能往好处想事儿来了 咱们就接住下跌其实也并不可怕 比特币按照我们的周平给出来的预测 如果在16500以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如果越接近16500是您的底仓抄底的行为 应该加大力度的时候 当然我们再次回到事件本身 目前能否最终的成功收购 还有很多未知数 第一就是币安的背景的调查是否能够成功 如果发现更多的问题会怎么办 第二 FTX是否可能在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信心的同时 另外寻找其他的白衣骑士呢 第三就是美国证券监管当局 以及其他国家的监管当局是否会出手 虽然理论上来说 币安和FTX应该都没有美国用户 而且他们都在美国各类机构的调查和监管之中 可是现在下结论我觉得还有点早 经过币安和FTX之间的大战的洗礼 其他的一些嫡系同族 我想难免会殃及之余对吧 不仅如此 市场也跟着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情绪 对交易所都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作为当事人的币安赶紧发推称 币安已将用户的安全资产的基金 再次扩增到了10亿美元 与此同时OKRX交易所和刚刚被收购的火币 也赶紧出来做出回应 回应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受币安与FTX兼战局的影响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OKRX 呈对于所有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 公开分享即可审计的Murkotry储备金证明 或POF至关重要 OKRX将计划在未来30天内发布该证明 以此在行业中建立最基础的信任 据报道 在OKRX发推表示 发布储备金证明后 刚刚加入火币的孙宇晨也紧急公告称 Polonex和Huobi Global都曾经做过 交易所百分之百保证金 Murkotry储备证明 并且火币在一个月前刚做过一次 但该证明对目前的行业和交易所非常重要 火币很乐意再做第三次 币安和FTX事件可以说是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对吧 火币和OK他们的求生心态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人 应该如何选择可靠的交易所呢 我觉得首先考察以下三点 第一就是安全性 要看看这个平台和交易所 是否配备了安全的专业的团队 是否有对用户数据的保护的措施 第二来看看交易费用和它的收益 作为投资人呢 当然是要选一个结构合理公平 而且数据都公开 而且它的费率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平台 对吧 第三呢就要看这个交易所 有没有穿越过牛熊 有没有抗风险能力 其他的市场对这个交易所的评价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在投资之前花一些时间做做功课 可能会对自己的投资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好来看看下面一条消息 NFT的火爆呢时间还不算长 从去年的3月11号数字的艺术作者 Beeple的一幅NFT作品在加世德上面拍出多少 大家记得吗 6900万美元的天价 对吧 可以说这一次的拍卖是彻底的让NFT火出了圈 到现在为止 也还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NFT所带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如今呢 NFT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是掀起的热浪 甚至还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 一起来看 近年来全球NFT交易规模逐渐增长 2022年上半年 全球NFT交易规模达501.2亿美元 超过2021年全年 根据最新的NFT市场报告显示 预计到2028年 全球NFT市场规模将从2021年的15.9亿美元 增长达到76.36亿美元 2022至2028年的年负荷增长率为22.1% 目前全球NFT市场 北美是最大的市场 市场份额约为32% 其次是亚太和欧洲 市场份额分别为30%和27% 就产品而言艺术品和收藏品是最大的部分 约占70% 在应用方面应用最多的是一级市场 其次是二级市场 马斯克力挺推特新规 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言论自由 聚商出手40亿联手与政府传播web3 好 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关注一下马斯特买推特的事了 你看这样的新闻都排不到头条 可以想见二者的撕逼大战是多么的重要 影响有多么的深远 关于马斯克买推特的事一直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那么马斯克收购推特达到了自己的心愿 势必要将推特打造成一个全球言论自由去中心化的平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马斯克在完成这笔440亿的巨额交易之后 立刻走马上任 亲自担当了董事长 现在的马斯克可以说是牢牢地掌握着推特的深杀大权 开始了对推特的各种整顿 首先就是解散董事会 再是开除员工 似乎都是在为推特的自由而进行努力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经过改造后自由的推特又会迎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日前推特官方账号推出新的推特规则 内容显示新规的重点分别从安全 隐私 真实性 执法和上诉 视频内容中的第三方广告这五个重点领域进行的阐述 推特表示暴力 骚扰和其他类似类型的行为会阻碍人们表达自己 我们的规则是确保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安全地参与公共对话 据报道 从全球受众来看 数据显示推特拥有3.965亿用户 而活跃用户每天有大约2.06亿 其中推特70.4%的用户群是男性 而只有29.6%是女性 而近日推特CEO爱隆马斯克更是再次发推文称 推特的使用率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这一次马斯克收购推特他最起码能实现三赢 第一就是赢在对社交媒体的话语权上 第二则是狗狗币价格的上涨 不管是马斯克还是特斯拉 应该说都是狗狗币持有的巨金 对吧 第三不花钱就是赚 马斯克的10家公司未来的广告宣传费 那可不是441就能拿下的吧 而将推特真正的实现去中心化 打造成言论自由的平台 这无疑对马斯克个人来说 也是最好的广告和火招牌 您说是不是 好 下面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元宇宙方面的消息 去年可以说元宇宙火了之后 web3逐渐也火了 到现在为止 全球涌现出来共有8785家web3相关的公司 其中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占了53% 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仅仅是三家占了5% 那么随着web3的逐渐发展 大家意识到了 web3将为互联网时代带来更好的体验 和更高的用户权限 所以日本坐不住了 首先是整个国家都开发了很多 对web3政策相当利好的一些措施 与其他国家政府不同 日本不仅仅是在政策上面开放 而且还联合了一家巨头公司 让它出钱又出力 哪家公司呢 来看报道 据外媒报道 日本最大的移动电话网络 NTT Docomo 承诺向web3基础设施 投资高达6000亿日元 约合40亿美元 该公司将与公共区块链 Astar网络的开发商 Astar基金会合作 加快web3的采用 同时将成立一个财团 允许个人和企业利用代币进行治理 据悉 日本的web3政策 在今年被政治家们推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现经济产业省下已创办web3政策办公室 此外 该国的数字部还宣布 它将创建一个分散的自治组织 来探索web3技术 不仅如此了解到日本政府 还拥有NTT Docomo的母公司 NTT三分之一的股份 好的以上只有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您转发关注 或者成为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节目最后是B川快报 明天见 据新华网消息 新华数藏以24节气为主题 推出万物有时系列数字藏品 首期万物有时力东限量1500份 每份39元 此次数字藏品的底层链 采用新华网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共同打造的新华新火链 由新火链网数字原生资产服务网络 提供技术服务 日前YogaLabs宣布 聘请前Bresivo合伙人和CFTC律师 安妮·特米恩 担任该公司华盛顿特区的政策主管 作为政策负责人 她将与政府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合作 分享公司对未来的愿景 并倡导新兴的Web3生态系统 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赛制员工信中称 决定将团队规模减少约13% 让超过1.1万名员工离开 META还采取了一些额外的措施 通过削减可自由支配的支出 并将招聘冻结 延长到2023年第一季度 以成为一家更精简 更高效的公司 在10月27日至11月3日期间 Circle共发行38亿美元USDC 赎回56亿美元USDC 流通量减少约18亿美元 截至11月3日 USDC总流通量为421亿美元 储备量为423亿美元 其中现金101亿美元 短期美国国债322亿美元 日前分析师创业者称 交易所的比特币余额 在过去一个月中创下新低 比特币交易所余额 自2020年3月以来 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这与早期周期形成鲜明对比 大规模作为221亿美元 最后个月中发行411亿美元 留言国最后发行411亿美元